27岁晨梦有多迷人 我先来了 非常棒 三个次 三个次啊 很优秀 有实力 我觉得 摄影速是不错 我觉得还是整个在场上 一个是比较容易沟通 沟通比较容易 然后再一个也是 手还是挺顺的吧 可能除了在 世界级描赛 单打没有拿冠军以外 其他的冠军只要参加了几乎都有拿 所以还是算比较顺的吧 到了下半年虽然也有 也有拿冠军 但是我觉得 整体的这种过程 不像上半年也那么顺了 而且尤其是自身来说 我觉得在场上打球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流畅了感觉 就是感觉这个球没有之前打的那么 那么随心所欲了吧 随着一天天的 我觉得自己的这种压力 我觉得越来越大了吧 而且我觉得尤其上半年拿冠军 拿那么多以后 逐渐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就是刚开始说一直拿冠军 然后到了后面有的时候 假如说进入到决赛 决赛输了或者是进入到半决赛 输了我就对自己 好 其实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以为你会穿裙子 为什么会选择一身比较帅气的西装 因为我以为 今天又跟往年一样 因为都是冬天嘛 我以为是在户外 会稍微有点凉 所以说为了体温考虑 对 但是这一身西装 我觉得是自己挑的 还是通过谁的建议 我自己挑的 还挺帅气的 刚选了一个粉色 你是平常喜欢粉色吗 还可以吧 这个颜色还是不错感觉 但是很少看到你这种造型出现 这是日常就买的吗 还是为了这次特意准备的 我用了十分钟买了这套衣服 你发球时间想的稍微长点不多 对 还有谁给你做参谋吗 没有 那这个是不是几乎穿这次 就很少有几乎再穿了 日常广街有可能会穿吧 真的吗 鞋不一定会穿 我就说你高跟鞋会穿吗 鞋不一定会穿 但衣服有可能会穿 那你日常什么情况会穿高跟鞋 日常没有穿高跟鞋的时候吧 这是第几次吗 能数过来的吗 能 可能每一次每年的这个球星颁奖年礼会 青春正当年的这个孩子 然后对自己的未来或者说是对奥运 还有没有什么期待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奥运来说 我充满了很多期待 那对于自己的 其实现在对于我来说 依然还是要去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是 至于个人问题 我觉得 青岛队的那个教练 一直也是很小就很培养我 记得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在那么小的时候 大年三十的上午还是要训练呢 然后只有下午跟晚上 是可以回家过年的 初一他可能还要带着我自己一个人再训练 这样练了一年左右的时候 青岛式比赛就拿冠军了 赢得胜利接受球迷的掌声和喝彩 是每一位运动员向往的时刻 除此之外 陈梦还有另外一个被人熟知的身份 作为影帝的表妹 偶尔也会成为甜蜜的负担 是 刚进队的时候有很多也是大队员 也都会问我 你是不是跟何小明真是 就是有这层关系 他问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是 他们好像感觉我在骗他们 第一次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别的感觉 看多几次以后 就是心里我还真有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名 为什么每次都是 的